什么样的男人才适合严斩昭 不是谁都能随随便便称起这身红衣 本期的不咯咯咯咯就和你聊聊 严斩昭超帅的五位港星 提起斩昭可能大家眼里只有何嘉静 毕竟人家颜值摆在那儿 开完包青天 何嘉静就红遍港台内地甚至整个东南亚 但可惜他的人生并没有因为斩昭一绝变的顺畅 反而因为太红而遭到封杀 最后搞得无戏可拍只能去内鱼接烂片 何嘉静出身一半 离异的父母把他扔给了家中老人 外婆告诉他 别人越是看不起你 你就越要活出个人样 外婆死前拿出所有的身家 鼓励他出国留学 在国外为了赚取生活费 何嘉静甚至跑到医院去背死人 从国外回来 何嘉静本来想应聘一份设计师的工作 却被亚世心探看重 阴差阳错的当了演员 因为长相俊朗 第一部戏他就搭档关之林闯出了名堂 后来亚世又给他安排了几个重要角色 一顿操作下来 何嘉静的表现只能说是中规中矩 并没有大红大紫的迹象 于是他遭到了公司的冷落 1988年 有同行邀请他一起去台湾闯闯 何嘉静想都没有想就离港了 1993年 他终于等来了包青天 一席红衣的展招 把他推向了一线大咖的位置 华世乘胜追击准备开派第二部 但却临时提议要换掉何嘉静 很明显有人也想上位 何嘉静在台湾终究没有什么根基 金钞群也是讲义气的 说没有展招何来包整 然而这次回港并没有达到他的预期 金钞群还因为眼不眼包整这件事 和TVB撕破脸 你要知道在港圈和TVB闹饭没啥好事 两个人还没有大展拳脚 就被TVB封杀了 借着展招的红利 他迅速调整策略 决定北上发展 刚来内地的时候 何嘉静确实接了不少好剧本 但总是打打杀杀 没几年观众就看腻了 在他人生最迷茫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惠州老板 何嘉静决定离开演艺圈 自己开公司 现在生意越来越大 如果你去惠州 可以去何嘉静的庄园打卡 亚氏演员真志强演的展招 我个人认为胜过TVB的黄日华 不为别的 只为真志强长得高大鹦鹉 在TVB和亚氏分庭抗礼的那些年 真志强绝对算是亚氏的功臣 能演得了十恶不赦的坏人 也能演得了侠干义胆的好人 评论区举个手 让我看看有多少女粉丝喜欢他 真志强本来是香港跆拳道队的队员 退役后他进入香港福利华酒店工作 并凭借出众的外貌 混到了主管的位置 虽然酒店有意栽培他 但真志强的外形 终究是属于演艺圈的 在心探的发掘下 真志强做了模特 183的身高 很快就闯出了一片天 真志强最红的时候 一周要拍八个广告之多 1993年 因为监制说啥 要让他来亚氏做演员 并且起点很高 刚来就让他做一线小生 演完展招后 真志强就算在亚氏扎了根 每天通告多到睡眠严重不足 虽然亚氏不停换老板 公司后期也是变得一团糟 但真志强从没有动过要走的心思 直到千禧年后 亚氏减产 真志强才跳槽TVB 不过他在TVB过得并不好 为了打压他 TVB总是给他安排可有可无的角色 再加上薪水滴 真志强于2009年就和TVB解约了 后来真志强开了个高尔夫俱乐部 因为自己喜欢这项运动 再加上真志强在娱乐圈打下的人脉基础 现在也是赚得盆满钵满 这里还要说一下 真志强50多岁了 至今未婚 他特别喜欢和富婆谈恋爱 女朋友换了一茬又一茬 一个比一个有钱 曾经有港媒还吐槽过他的情感生活 真志强喜欢富婆 富婆也喜欢真志强 逻辑很合理啊 话说吕良伟演的展昭也是非常完美 高大威猛气度不凡 曾经港媒做过一个调查 富婆最想包养的男星 吕良伟就名列前茅 你要知道吕良伟拍完上海滩后 有多招女人稀罕吗 据周海妹说 当时台里有很多女明星 都朝他抛媚眼 对于这些英英艳艳 吕良伟显得很高冷 直到遇见周海妹 他才有了心动的感觉 吕良伟这辈子 虽然结了三次混蛋 绝非渣男 都是因为老婆 一个比一个强势 一个比一个有钱 最后一个老婆 直接让他少奋斗50年 不愧是演过展昭的男人 黄日华演展昭 总觉得有点串味 他塑造过太多经典的角色 以至于演包青天里的展昭 就显得很一般 有那种实在找不下人了 就让万能的黄日华 先顶着的感觉 据说这个角色 是邵逸夫亲定的黄日华 因为当年TVB和亚氏 都在抢包青天这个IP TVB本来想用金钞群 他们原班人马 结果因为价格谈崩了 金钞群为了弃TVB 转头亚氏 这下可气坏了邵逸夫 找来他最信任的两个演员 狄龙和黄日华来拍这部剧 你要知道 狄龙是邵逝拍武侠剧的顶流 黄日华是TVB拍武侠剧的顶流 可惜最高配置组成的包青天 反而没有给TVB带来高收视率 看来有些用力过猛了 TVB演员关里杰 也穿过这身红衣 演过展章 话说年轻的关里杰是真帅 结果因为一段小插曲 被TVB从一线滑到了二线 当年关里杰为了养家活口 偷偷跑到新加坡去接私活 结果被TVB发现给雪藏了 被开除的关里杰 在香港很难接到戏牌 于是他跑到内地发展 台湾也去过 反正能赚钱就行 关里杰按按发誓 终有一天我还会重返TVB 功夫不负有心人 2003年关里杰又杀回来了 虽然他已不再年轻 但也算了了一个心结 说起当年皆私活 他一点也破坏 虽然错过了大红大子 但却拥有了美好的家庭 儿女都是雪霸 30年的婚姻 关里杰一点绯闻也没有 这难道不是一种幸运吗 你最喜欢谁演的展章 评论区聊起来关注 看向TVB的时候就真的找不到了 让你评论区 是时候是好